克里斯托弗罗宾的一个问题就在片名里。 在尼尔恩陛下,谢托德会有插图的白姆森林故事中,克里斯托弗罗宾是最不令人难忘的角色,与他的毛绒玩具相比。 我们甚至没有把他塑造成尼尔恩小说中那个富有想象力,早熟的孩子领主。 相反,克里斯托弗已47岁的伊万麦格雷哥的形象出现,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已经30年没有想起他的老朋友小熊维尼了。 那么,这么多年过去了,为什么克里斯托弗年轻时想象出来的小熊维尼又回到了他身边呢? 因为迪斯尼当然想要你的钱。我不嫉妒他们最贪婪的需要,我只是希望他们没有再给我们一部,建立在伟心理学陈词弯调基础上的电影,即为了成为更好的成年人,成年人需要重新与童年建立联系。 在简短回顾了小熊维尼历史上最著名的时刻后,克里斯托弗罗宾来到了今天。 维尼和他的朋友们在这片100英亩的森林里过着最幸福的生活。 他们已经接受克里斯托弗罗宾已经长大并搬到伦敦的事实。 我们看到维尼从睡衣换成了他熟悉的又短又红的衬衫。 小熊维尼肚子饿的咕咕叫,带着肚子饿的咕咕声出发去找朋友们讨恨尼的钱,结果发现大家都神秘失踪了。 与此同时,在成人世界里,我们知道克里斯托弗已经长大了,娶了一个叫伊弗林的女人,有一个女儿叫玛德林。 他在温斯洛乡包场做着一份悲惨的工作,他被证明是二战老兵。 不管谁认为把主角的暴力战争镜头放到儿童电影里是个好主意,他肯定比我更了解那些让人感觉良好的儿童电影。 我之所以磨蹭是因为我不想告诉你克里斯托弗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人。 他是一个工作狂,他会忽略自己的孩子,一想到他可能在玩耍,他就皱起眉头。 尽管他一再恳求,他还是打算把他送到寄宿学校。 更糟糕的是,克里斯的婚姻急急可危,因为他和伊弗林没有做我在儿童电影评论中不能谈论的事情。 最糟糕的是,由于战后缺乏旅行,行李工厂的财务状况每况愈下,所以克里斯托弗必须解雇相当一部分工人。 最后一件事阻止了他和家人去度周末,他的家人已经习惯了他食言,甚至不给他带包行李。 原因不明,小熊维尼需要克里斯托弗帮助他找到他的朋友小猪,伊尔,兔子,猫头鹰,跳跳虎,袋鼠和袋鼠。 所以当他出现在伦敦时,穿过了克里斯托弗在100英亩森林里的那棵树,他的前门人认为他正在失去理智。 然而,一旦他接受了这种情况,克里斯托弗罗宾就认为小熊维尼是另一个他没有时间解决的问题。 但是不像帕丁顿熊,小熊维尼在伦敦不会持续45秒。 所以克里斯托弗罗宾必须亲自把他送回那片占地100英亩的森林,这就需要回到马德林和伊弗林度假的老房子。 旅行的场景,以及对白亩森林的回访,都是令人愉快的。 麦格雷哥做得很好,令人幸福地推销了他和他的毛绒玩具伙伴们的团聚。 我觉得你最喜欢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在特效中被赋予生命的,这看起来特别恐怖,但你的表现可能会有所不同。 他们的性格依然完整,麦格雷哥与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令人钦佩的幸福和喜悦。 当然,这种快乐是短暂的,因为成年并不全是乐趣和游戏。 事实上,他在冰上很臭。 克里斯托弗罗宾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遇到了一些问题,天真浪漫的小熊维尼和他的队员们根本无法解决,更不用说补充了。 这是我最大的问题。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你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他被大人入侵。 尽管这些角色被拉进了克里斯托弗的真实世界,但感觉就像现实侵入了这片白姆森林,玷污了他。 这部电影由马德林引领的高潮是一场疯狂的竞赛,目的是拯救克里斯托弗解雾员工的能力,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必须抚养成人的案例。 现在,你可能会说我应该把我的名字改成奥迪约亨德森。 我对此没有意见,因为我爱伊尔。 他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角色。 我母亲常说我有跳跳虎那样的活跃性和伊尔那样的可怜虫,这是别人对我说过的最动听的话。 布拉德加勒特的声音让我在态度上的搭档表现得非常出色。 作为伊尔,他得到了最好的台词。 这是我期望从苦难专家亚历克斯·罗斯·佩里和加勒特合著的剧本中得到的。 加勒特用悲情和悲观的混合来挖掘这些台词。 吉姆·卡明斯饰演的小熊维尼的配音也很棒,是对斯特林霍洛威的一种温暖而温馨的怀旧复古,就像小熊维尼最喜欢的食物一样让人感到舒适。 在1991年,